好 那我们开始上课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 诶 好 那今天讲这个 诶 finance game machine的这个 这个 变形 变形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叫做microcode microcode的部分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 参考书的第18章 如果想要看这个 课本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第18章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最主要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microcode 因为我们传统这种finance machine 你这个 做完之后 你设计完之后 写完velocode之后 就整个就固定写实 所以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换一个finance machine 的话 那你就 就需要整个硬体要重新设计过 那这样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尤其做ic 其实花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 那也没有办法说 诶我的硬体我就不要再重新设计 然后诶我还是可以有一个 可以执行新的这个finance machine 那这个想法要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红绿灯控制的这个 例子的一个state diagram 那如果我们画出他的这个state table 那基本上会长成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state table 基本上就是包含 几个部分 你会有目前的state 根据目前的state 还有你目前的输入 输入 然后你就会得到 Current state 然后也会得到你的输出 这个是我们的finance machine 用state table来表示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的这个东西 好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如果说我们让这个state table 本身是可以变化的话 你可以program成不同的state的话 比如说有不同的nest state 有不同的输出的话 是不是我的这个finance machine 就可以换掉 就可以换掉 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 好 那让你的table可以很自由的这个 呃 变化 好 那这样要怎么做 要这样怎么做 那基本上 我们的state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的这个state table 是用表格的形式 那如果我们要让表格可以自由 自由变的话 那这个就是你需要去比较是软体的这个方法 去更新它 就不是在硬体上面来做 那你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资料 变成一个data的这个 可以更新的这个资料的这个概念 好这个table的部分变成是一个资料概念 好 那 所以 呃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呃 这个state的这个state table这个部分可以变化 那另外我们还会 除了这个fine state machine的这个之外 我们会有一些 next state的这个逻辑 还有 output逻辑的这个部分 好 也就是我们刚看到的 next state的值 还有 output的值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我们也要让它可以变的话 那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也把它变成是我们可以变化的这个table 表格的一部分 好也就是你可以去更新这个data的部分 那或者说这些逻辑 逻辑基本上就是 不管怎么说 它就是一些加减乘数和逻辑的运算 好 那我们也可以 可以做成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这个 呃 硬体就是 这个硬体它是可以做算数的 也可以做逻辑的这个运算 好 那你就把你所有要做的这个运算 都对应到这个上面来 让它来做就 就可以 好 所以这个是 基本的这个想法 好 好 那我们看实际上要怎么做 好 那那第一个你的state的这个 这个table的这个部分 好 它要去可以更新资料 好 可以去更新资料 那可以更新资料的话 那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用记忆体 好 memory来 来储存 那通常做的就会是用 RAM 好 RAM的access的这个memory 好 那如果说你反正 你也可以用用ROM 如果你没有要更新的话 用ROM也可以 好 那跟ROM很像的就是PLA 好 各位在罗色里面有有学到过的部分 或是其他的这个像Flash这一类的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这个最后演化到后来就会变成CPU的设计 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各位就会比较有sense 这个东西为什么最后就会变成这个CPU 好 那这个其实是还蛮早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Compute Science的这个 这个它是做了第一个这个Store Program的这个Compute Science Compute 好 那这个叫做做这个 EDSAC 那这个它里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这个 我们在这边讲到的所谓的Micro Programming Micro Programming 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MicroCode MicroCode 好 那各位虽然这个图看起来不是很很 不是很现代很古老的这种图 不过你应该勉强看一下大家应该可以看得 看得 看得懂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这个PLA的这种概念 产生不同的这些逻辑的部分 这个就是在都在产生这些控制 那计算的部分是没有画出来 所以这个是MicroCode的部分 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怎么做 实际上怎么做 好 就是我们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 例子 例子来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State Table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我们要让这个 储存的这个 这个Table的部分可以变 好 储存Table的部分可以变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Memory里面去 好 那我们都知道 Memory是什么东西 一个Memory是什么 Memory在逻辑上面来讲 就等于是各位在西语言里面所学到的一个Array 然后你会给它一个Index 好 然后你就可以从 对应的这个位置里面抓出这个值出来 好 就是读出来 那写的话就是反方向 好 好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我们整个Array就是你的Memory 好 那 那你的这个Index的话 就是你的位置 你的Address 你的这个Memory的这个Address 所以你给他一笔这个Address 他就会 从这里面 比如说你给这个位置是16 他就从16这个位置里面 把 储存在16里面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这个资料把它给读出来 好 这个就是 读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Data 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Memory 好 好 那你来看 那我们的这个StateTable 好 好 那你要把它转成Memory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转 那这里面会有几个东西 好 第一个你的Address 在哪里 好 你的Address在哪里 好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Data在哪里 好 Data是什么 好 那你从这个表上面你可以看 看不看得出来 好 你的Address在哪里 好 好那首先我们应该比较清楚的是 你的表本身 好 表本身就是你的Data 好 表本身就是你的Data的部分 好所以你就是要把这个这个Data 要存到这个 你的这个Array里面去 好存到你的Memory里面去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Address有什么 你的输入会有哪个 第一个 你的Finance Machine的输入会有什么 会有你的CurrentState 所以你的CurrentState是你的输入的一部分 好 好 那另外的是什么 你的Finance Machine也会有你的这个整个State的输入的部分 好 Input的部分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就是 啊 东西向的这个车子有没有 有没有车子 好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输入 好 所以 Nestate还有 还有你的这个 Input 基本上这两个就决定了你的 Nestate的这个变化 还有它对应的输出的这个变化 对应输出变化 好 所以 所以这 这个这两个部分合起来 就会是你的 嗯 Address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 好 所以Address的部分我们就把 CurrentState跟输入 好 好 把它给串起来 好 把它给串起来 这个就变成你的Address 好 你的这个Menu的这个Address的部分 好 好 好 Data呢 好 Data呢 好 我们Data会有哪一些 好 那 那当然你会不同的输入 这一组 这一组跟这一组的Nestate就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两个 这两 两个Current的事实上应该是放在不一样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那对应的Output的部分 好 它是跟输入是没有关系好 那跟CurrentState是 呃 是一样好 是一样好 所以 所以我们的资料的部分就是 你的Nestate还有Output的部分 好 这边是你的 呃 资料的部分 好 Data的部分 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呃 把这个StateTable的部分 好 就把它转换成Memory的 好 转换成可以存在Memory里面的东西 好 那 那这样子做起来 好 那这样做起来 那这整个的这个 硬体设计呢 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好 硬体设计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好 那你就会看到说 诶 我的这个 address的部分就是你的 State 好 还有加输入 好 那这里面就会存了你的Nestate 加Output 好 然后又得到输出 好 那输出的部分 那你就会有一些是你的Nestate 好 那你的Nestate 基本上它 它最后 我们 会把它存在什么 存在Dviva 好 然后又再拉回来会变成你的CurrentState 好 好 我拉回来再变成CurrentState 好 另外会有一个部分是输出的部分 好 好 这output部分 好 那output部分的话 如果我们也是这个 摸Machine的话 那你也会是经过FIFA之后再接出去 好 FIFA之后接出去 好 所以这个 整个做起来 嗯 其实跟我们原来的这个FIFA之后的这个逻辑是一样 好 那只是中间的这个部分 好 array的部分我们把它换成 换成Memory 好 换成一个Memory来做 好 而不是像我们前面一样 你可能用个Case的方式去 去写好 写成最后合成出来 它会变成是一个RandomLogic 就是一堆NanoGate去勾出来的这个部分 好 那 好 所以这个是 这样做起来 所以这个做起来 这个图就会长成这样 就是我们这一页所看到的部分 你的Memory的Address的部分 会包含两个 你的目前的State 还有你的输入 这两个合起来 好 然后输出的部分 你的Data就会包含你的NateState 还有你的输出 好 那分别NateState 也会到D3FAR 输出也会到D3FAR去 好 然后 那这个NateState 会再拉回来 变成你的CurrentState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前夜所看到的这个 部分 这个整个的架构 好 那这个整个架构 如果你对照我们前面的设计来看 事实上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结构事实上是 呃 变得更简单 实上变得更简单 这样子 那 那这样子的 Memory的大小有多大呢 好 Memory大小有多大 好 那 那 那我们知道好 Memory大小跟你的Adress的指数次方是有关系 好 比如说你今天是三个bit的Adress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二的三次方的 一共有八个word 好 那你今天是 呃 假设你的State有s个 好 输入是i个 好 那Adress的话就是s加i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这个 呃 数量 就会是 二的s加i的word 好 就这么多个word 好 好 那每个word是几个bit呢 好 每个word是几个bit呢 就是看你的呃 输出的资料的部分 好 那我们输出资料部分 包含你的nestate 好 有s个 然后输出的bit呢 有 all個bit 好 所以这个就是乘上 呃 s加all個bit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整个的 Memory的大小 Memory大小 好 那这样子的Memory大小 好 那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哎 当你的这个state的数量 或是输入的数量 好 s或i的这个数字 好 稍微开始增加的时候 他是什么 用2的密次 是一种指数型的什么 成长上去 好 指数型的成长上去 好 那指数型成长上去 就就不太好 好 因为你的state稍微大一点点 好 只要稍微大一点点的话 那你的Memory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好 现在可能 呃 就是5个state 5个输入 好 那就到52的十字上 就要到1024 好 这个很 这个大小就一下子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庞大 非常非常的庞大 好 好 那 那从这一点 各位大概就稍微可以 可以理解 好 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在讲finite state machine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太会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 为什么不太用这种方式来做 因为这种你的state的数量或输入数量 一旦稍微增加一点 那个大小一下就变得很大 那变得很大的话 那你的整个delay还有面积其实都会变得非常的庞大 好 非常庞大 好 好 那各位可能就会想说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 好 那 第一个 用这样子的做法 microcode的做法 有 有一个前面的做法 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好处是 它是可以变的 是可以变的 也就是说你的硬体是可以固定的 那我只要换资料 换资料也就是换你的nest data 换你的output 我就可以保持相同的硬体 相同的硬体 我就可以做不同的finite machine 所以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这是前面的设计 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后面会来讲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让它的整个memory size的增加 不会是指数型的成长 不会是指数型的增长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各位讲的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刚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交通耗置控制的这个例子 我们用一个用这个例子很仔细的来跟各位讲整个转成 用microcode的方式它会怎么做 microcode方式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state的这个部分 好然后这个它的输入的控制还有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输出的这个部分这边会有六个六个数字 那六个数字的话分别对应到 呃 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这个红绿灯 红绿灯的这个数字 所以这三个数字分别是代表绿灯黄灯还有红灯 这几个数字 好 那 所以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 把它重新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好 那我们就先指定它的 先随便指定它的这个state 的这个数值 数值还有对应的 next state output 都把它 都把它列出来 都把它列出来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state table 好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state table 因为 这是 给人看的 好 那我们要把它变成 这种 RAM的 可以存在memory的形式的话 那 基本上 你等于就是要 照我们刚讲的 你要照 它的address的部分 要把它展开来 好 我们的address包含什么 你的state 还有你的输入 好 你要这么多个要把它展开来 好 这么多个要展开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state有 state有什么 有两个bit 好 然后输入呢 就是 有没有左东西向的车好 是一个bit 所以你的表展开来呢 应该要化成2的3次方一共有8个 8个的这个表 好 我们把它完全展开来 好 完全展开来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state 还有你的输入 的部分 好 我们就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3个bit 好 把它的所有组合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好 所有组合全部把它列出来 好 那其实 呃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向没有车的这个部分 这边就当作是0 好 那另外一边是当作是1 好 所以这边就是 得到这个是00 00 是这个 这个部分 好 然后另外这个 呃 这个部分就是 这里的00 跟这边的1 001 得到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 这个组合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adress的这个 部分 adress的部分 好 所以所以我们把它 把这个展开来 这个是我们的 输入 呃 adress的部分 000 的部分 每一个就对应到 我们刚刚 呃 看到的这个 部分 这边是000 然后这里是001 所以000跟这里 还有一个 001在这里 好 好 所以这个是adress的部分 好 那另外 呃 data的部分 好 data部分 包含两个部分 好 一个是什么 nestdata 好 还有一个是output 好 输出的这个 部分 好 那你可以照我们 刚刚的这样子 拆解出来的顺序呢 就可以把对应的 这个nestdata 就可以把它给 呃 呃 标出来 好 标出来 好 所以你现在是000的时候是 000是 呃 nestdata是00 好 nestdata是00 好 在这里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呃 位置是001 好 这边是1的时候 呃 nestdata是001 就把它写到这里 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照这样子的顺序把 呃 所有的这个nestdata 就是这边八个 好 把它全部把它摊平 对应到这边来 好 对应到这边来 好 那除了nestdata之外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是我们的 output的部分 好 输出的部分 那输出的部分的话 它跟呃 你的输入是没有关系 001是没有关系 它只跟你的 嗯 current state是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 简单的重复就可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呃 呃 在000这边还有001这边 它的这个output的这个部分 output的部分 好 这边都是呃 1000 001 都是这个 这两个都是1000 001 都是一样的 都这个部分 好 那这样子你把这整个摊开来之后 摊开来之后 那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对应到我们的many了 好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 memu的address在这里 然后data在这里 或者是data在这里 好 那 那这个如果你用valuecode来写 这个就是用什么 用一个case去写就可以 好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呃 用ram的话 我们就是呃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ram和rom的这个写法 直接把资料把它漏的进去 就 就可以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state table的部分 好 所以整个的这个呃 做起来就会长成这样 好 我们把 刚刚的那个呃 硬体结构 好 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好 array的这个部分呢 替换成我们的这个 输入资料的这个部分 好 从柜子0到这个7 好 这样排列下来 好 对应到部分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 呃 用microcode 改写出来的这个 呃 finance the machine finance the machine 好 也没有问题 蛮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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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事实上是一个 呃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finance the machine的一个 呃 展开来哈 完全展开的一个版本哈 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展开的版本哈 是 所以整个做起来就就还蛮 蛮 蛮直接的哈 因为并没有很复杂 其实并没有很复杂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呃 这样做 microcode这样做 我们刚刚有提到哈 它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 呃 address 也就是你的state的数量 S 还有你的这个 输入数量i 好 变得很多的时候 它会是指数型成长 好 那你的这个memory 这个ROM表就会变得很大 好 就会变得很大 好 那那有什么方法 好 可以让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ROM表 可以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好 有没有什么设计的方法可以做 好 我们在不改动其他的状况底下 我们可以可以来做 好 那如果我们仔细 好 这种这种就跟各位在做这个呃 设计一样好 那 每一个设计其实都 都是有不同的这个 呃 最适合他的方法好 那 那 你可以从 哪里可以找得出 你要怎么去改善好 那就是从 这个资料本身就会告诉你 这个资料本身有哪些地方 是你可以化解的这个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大概 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诶 我们刚刚的这个 nestate的部分 好 就是前半部这边是nestate的部分 后半部这边是offer的这个部分 好 诶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刚刚的这个offer的部分 其实跟你的这个nestate 跟你的current state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 好 所以那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拆开来好 那如果可以拆开来的话 那这样子是不是 这个储存的大小就可以变得 比较小一点点 好 比较小一点点 好 好 那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好 比如说 呃你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大小是 就是 我们有八个wall 然后 呃 每一个wall是八个bit 所以全部会需要八乘八 六十四个 六十四个 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 稍微拆开来 好 稍微把它拆开来 好 好 那我们拆开来成 呃 nestate的这个部分 好 这边一起 然后 后面的output的部分 好 变成一个表 好 那那他的这个大小会变成什么样 好 好 那首先我们看到前面的呃 nestate的部分呢 这边一样是有八个 好 然后这边是两个bit 好 所以他的大小就是八乘二 好 有八乘二的这个大小在这里 好 那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注意到 就是 他跟你的输入是没有关系 所以 所以这个大小其实真正要存的 是上只有一半 好 也就是四个 然后每个是六个bit 所以他需要的大小是四乘六 好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是四十 好 所以这样拆出来之后 诶你的这个大小就变 就变得比较小 就变得比较小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呃 很简单的一个 呃 做法 好 好 那这个呃 用vellocode写起来 就是把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这个架构图 好 好 那我想各位现在应该就很熟悉 好 看到这样子的架构图 你要把它写成vellocode 其实就很简单 好 因为这里面 你就是会有 呃 两个diff 两个diffy 好 分别存这个state 还有off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 这个呢 就是用一个 弄的table 好 或是memory的table 去去存它 好 所以就直接用这个弄 用table 来存就可以 所以呃 就这样 好 所以整个写起来就 就这样 好 我们再把这 这两边再把它给 稍微连起来就可以 好 所以这个整个写起来 其实就很简单 就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 finance machine的一个写法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好 那这个 呃 波形图我们就 就不特别讲 好这个 呃 各位再参考一下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 哈 用这样子的一个microcode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 很有弹性可以什么 可以变化 我就可以改变我的 呃 不改变我的硬体的状况底下 我只要改变我的这个 呃表哈 齐 State table的部分的话 那我就可以做成另外一个finance machine 好 那我们来 来看一下哈 实际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 好 那这个就是 呃 呃 我们用刚刚我们的这个硬体哈 就是这个硬体结 长成像这样子的硬体架构 好 我们其他就都不改哈 我们就只换这个 就只换这个 呃 State table 来做另外一个 finance machine 就是这一个finance machin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呃 要 要怎么做 好 好 那 那我们这个呃 新的这个 finance machine 呢 它就多了一些功能哈 好 第一个就是呃 东西向的 只要东西向 有车的话 那它这个绿灯就会 就会一直亮 就会一直亮 好 好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就多了这个 呃 这样一个step 好 然后呃 南北向的话 好 南北向的呃 呃 绿灯好 至少要经过三个state 好 至少要经过三个state 好 所以我们会有三个state 好 今天也是123 好这样子 好 然后呃 在黄灯之后 好 黄灯之后 呃 它要变红灯之前 好 那至少要经过一个 一个 好 要变成绿灯之前啊 至少要先经过 红灯一个塞口 对 经过一个塞口 好 所以就是呃 这边会多出 呃 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好 所以呃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 呃 整个的这个 新的这个state machine 好 新的state machine 好 那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实现呢 好 那一样就是照我们刚刚的方法 好 刚刚的方法 那你要把它转换成 转换成什么 其实最简单 我们就先转换成这个state table 好 然后state table 其实就一定很接近我们的这个 要做的这个memory的这个值 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就 就照这样子的方式把它给 拆开来 好 就是呃 我们会有address的部分 好 那address的部分 会有什么 就是你的current state 还有你的输入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data的部分 好 那你的data部分 是由 nest state 还有output 所组成 好 所以这边是address的部分 好 好 那就把这些 呃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state table 好 就把它 所有的里面的这个 nest state 这些全部都把它填进去 其实就会得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 表 好 好 所以所以你完完全就不用动硬体 好 只要改变这个 呃 这个memory的table 好 用表就可以 好 所以前面的这个部分是你的address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就是你的data的部分 好 所以这样做就可以直接 呃 换一个state machine 好 换一个state machine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他的这个模拟的图 好 这边就留给各位刚做参考 好 不细 不细看这个图的这个部分 好 蛮简单的啦 这部分应该蛮简单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 呃 从刚刚这样子的一个 呃 用mami来做 用microcode来做这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方式 好 怎么样子最后 我们刚提过 虽然他可以做拆解 可是还是其实挺麻烦的 就是他的这个表做起来其实 state数量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 其实那个表的大小还是蛮大的 表的大小还是蛮大 那能不能进一步的化简 能不能有进一步化简的这个空间 好 那这样子的化简的话 我们就会慢慢变成 呃 很像这个CPU的设计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是怎么做 好 那我们呃 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呃 最前面的那个例子 最前面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 好 就这一个 finance machine的这个table 好 那我们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呃 用表 用的这个table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 呃 问题就是你的 呃 address很 很大的时候 它这个大小是指数型增加 好 那我们稍微来观察一下 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可以化简的这个 呃 部分 化简部分 那第一个哈 我们呃 事实上可以注意到 好 你要让他这个呃化简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你的资料好 你的资料部分可以存的 不需要存那么多的话 那应该就会比较简化一点 好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 呃 nestate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nestate部分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哎 这个nestate的这个 部分的这个变化 好 nestate部分的这个变化 他大部分的状况好 其实跟你的输入 就是有是不是这个有东西向的车 其实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哈 比如说 除了呃 第一个之外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第一个这个当然会跟呃 你现在的输入是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后面的这几个state的话 那你会注意到说 他的nestate 不管输入是什么 其实都是一样 好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好 好 都是一样 好 那所以呃 跟输入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其实 而且大部分的这个nestate 他就是单纯就是指向下一个state 好 他也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 呃 变化好 会太多变化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我们这个计算就可以变得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好 你就这个state就直接这样趴 因为是直接 就是指向下一个state 好 如果是这种很简单变化的话 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把它当做是一个直接是加1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就可以 好 我们的做法就变成是直接是加1就可以 你也不用去搞什么这个 呃 这个不同的这个state的这个变化 好 不同state变化 好 好 然后 你会看到说 欸只有很少数的状况 你才会要根据你的输入去跳到不同的state 好 比如说就是你的 呃 第一个这个部分 好 第一个部分 好 这个蓝色这个部分 欸他才会是根据你的输入 会跳到不同的state 所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欸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指令呢 叫做branch的这个指令 好 branch的指令 好 那这种他就是专门来负责去呃 呃 根据输入可以跳到不同的state 好 不同跳state 好 那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呃 nestate的这个部分 好 nestate部分 这里就可以简化很多好 就可以简化很多好 那他就通常就 整个做出来的大小就跟你的这个state的数量 跟你的书的数量就不是指数型的这个成长上去 好 好 所以呃 所以这个实际怎么做呢 第一个部分我们刚刚看到说 大部分的这个呃 nestate都是指向下一个state 好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呃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content好 好 来去记录好 好 那这个content呢 我们就叫做所谓的micro program的这个content 好 micro program content 好 来去记录 然后你的每一个 next state 下一个state的顺序 正常来讲他就直接往下加就是加一这样一直加下去就可以 好 一直加下去就可以 好 那这个在呃我们的 程式里面好 程式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好 我们的程式预设来讲他其实都是 你执行完目前这个指令之后 接下来他就是执行下一个指令 再接下来就 再执行下一个指令 好 就是一个一个接下去 好 他他也不用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好 没有特别状况 那 好 所以这个就是呃最简单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 这个 next state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存他 好 我们就完全不用存他了 那变成是一个计算的方式 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的方式 好 好 那有一些呃比较特别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刚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 好 蓝色部分 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诶我们再告诉他说 你现在要跳到哪一个state去 有一个branch的这个指令 好去去跳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state table要存的部分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爽 好 好 那所以这个最后演化起来 这个就是变成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state的这个变化 其实就变成是可以用程式来控制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所谓的micro programming micro programming 那 那这个 这个就是 呃最早期的这个 8086的这个CPU的这个设计 8086的CPU的设计 它其实就是用这种micro programming的方式 去设计它的这个 CPU 设计它的CPU 好 这样子来做 好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 那这样子的硬体做起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样子的硬体做起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样子的硬体做起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呃 就是下面的这张图 那 那我们先不看下面这张图 好 我们回到我们呃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用 我们刚刚的这样子的呃方式推导出来之后 那你可以想一下我们 呃 做起来的硬体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 你 可以看得到 好 它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原来的 这个呃 设计 就是 你这边有输入 啊 有State 然后 有Input 可以当作输入 进来 然后到Memory 啊 然后 输出 会有 到State 然后 Opport 然后这边 经过Deepify 回绕回来 回绕回来 变成这边的State 好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设计 那 那你用我们刚刚的这个做法 我们刚刚的做法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好 第一个 我们道分的状况 都是 往下 加 都是往下 加 也就是 你会有一个 呃 你目前的State 好 我就 拉回来 拉回来 呃 加1 加1 之后 就变成我新的State 好 然后 少数的状况 少数的状况 他要去load新的这个值 好 那新的值就会从Memory这边来好 好 所以就会从这边 呃 拉过来 好 所以你这样就会有两个输入 好 一个是加1的 输入 好 加1的输入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你会branch的这个 呃 那这两个 呃 要透过一个multipacer来做选择 所以会是在这边 好 所以我们改动的部分主要是在改动这边 好 所以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这边 下一页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图的这个部分 啊 图的这个部分 好 那 正常状况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托棍counter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state部分 正常状况他就是直接 拉回来加1 拉回来加1 大部分状况都是这样 那少部分的状况 他会要load新的值 load新的值的话 要从Memory这边 得到新的值再 拉回来 好 那你有两个值都要 都要去选的话 那我们就 这两个值 再进入到这个state micro program counter之前呢 我们都在经过一个 multipacer 好 来去选 好 那这个选的这个控制就是看 你 现在是不是执行一个branch的这个指令 好 如果是执行branch指令的话 他就会选到 从这边新过来的值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好 那他就会是直接是加1的这个值 好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 好 设计 好 整个的这个设计 好 那这个这整个设计 其实就跟CPU的设计 就 其实就很接近 好 就很接近 那只是还缺少 好 还缺少一些那个 嗯 CPU里面 会用到的一些 嗯 LU啊 这些这些部分 只是没有那个部分 但是 呃 其他部分其实就 这些就都有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嗯 intrussian sequencing 的这个部分 啊 控制你的指令执行的这个 部分 对 好 所以 等到分的时间就是像counter一样直接加1 好 那少部分时间我们再漏的新的值 分回去 过去就好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branch这边的这个逻辑 好 那我们的branch的逻辑它基本上就是在加1跟呃 完全跳到一个新的这个呃 state 也就是我们的branch target之间做切换 做切换 好 好 好 所以呃 如果我们写成指令的形式的话 好 指令形式的话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把它写成是这样 好就是 你是一个if的这个条件好 根据你的输入好 我们的输入呢 主要就是你 现在有没有东西上的这个 呃 车子 好 东西上车子 有或是没有 那他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呃 branch的这个条件 好 所以这样做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呃 一个指令 好 一个指令 那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指令 它会包含几个 这是我们的branch指令 一个是指示说我现在这个指令 它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这前面会有一个代码 告诉你现在这个是一个branch的指令 然后它要跳过去的呃 state是到哪里 然后 同时间对应的输出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刚好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刚刚的state table的部分的这个data的 呃 呃 对应过来 好 那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我们的这个呃 针对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哈 好 那这个branch的这个指令哈 要要怎么做 好 好 那这边我们用我们之前稍微比较复杂的那个 呃 上礼拜讲的比较复杂的那个例子哈 有那个左转 左转灯号的那一个哈 这个hannest machine 来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先 下课 好 先下课 部分好 课程部分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branch的这个指令的这个部分好 branch指令的部分好 那前面的部分就是呃 opcode的这个部分好 定义我们的这个部分好 那这边opcode的这个部分我们用到 呃 三个bit 三个bit的这个opcode去做这个呃 呃 编码 那那这种要呃 呃 你要用到几个bit 如果今天是你自己设计指令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随你自己的这个呃 高兴 那 不过简单来讲哈 这种opcode的这个编码的方式 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呃 呃 基本原则就是让你的这个接下来的硬体设计 可以尽量比较越简单越好 可以越简单越好 好所以所以在我们这边哈 这个这边的这个opcode的这个编码方式 就是基本上就是照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 规则来编哈 我们一共有这个呃 六个六个指令哈 六个指令哈 那 呃 呃 前面两个哈 就是呃 no operation跟branch 所谓的no operation的话就是 它就是直接往下一个 incharging去 那 或是呃 这个的话是不管你的输入条件是什么 它就always是branch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接下来呃 呃我们的这个state呢 呃 这个输入会有几种 一个是有没有左转灯号 还有一个是有没有这个 呃东西向灯号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接下来的两个branch 是针对呃 呃这两个哈 就是呃 呃有没有呃 左转灯号 或是没有的 有没有这个东西向灯号 或者是没有的这个 呃部分 分别做跟他做这个branch 好 那那这边在编码的时候呢 就呃 呃因为我们是 三个三个bit 三个bit 然后这边等于是有三种的 呃状况 好 所以每一个状况 刚好就用一个bit 好 这样就比较简单 好 所以在在 呃判断的时候 好 判断的时候你就只需要看某一个bit就可以 好 比如说你就只看这个bit为1 你就决定 他是这个左右左转的灯号 那看这个bit为1 就是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灯号 好 就变成你这三个bit里面 事实上你只要看其中一个bit 就可以判断是 是哪一种 所以这个是 呃透过这种 编码的方式 好让你后续的硬体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的呃设计 的设计 所以这个是呃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这个技巧 好 那 那这边的呃branch 什么时候要做branch呢 就是呃 对应的这几个bit 好 为1的时候 那他就会需要做branch 就把对应的这几个部分都把它给 呃组合起来 好组合起来 好大概大概会变成是呃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呃 所以这个编码其实就是呃 照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好 我们这边写在这里 好 呃最上面这一个 好 最上面这个就是呃 决定要不要做呃 branch 好 1的话就是一定是branch的指令 所以这个为1就是branch的指令 这个为1就是branch的指令 好 然后下面的呃 这两个bit就是呃 东西向或者是左右 这两个是不会同时为 为1的这个状况 那这样判断就会 比较简单 好 判断就比较简单 好 然后那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 我们前面定义了这样子的一个指令之后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用这个指令来表示这个 这个 finance and machine 好 那这边呃 呃各位其实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样子做法 其实就等于呃 呃因为我们前面 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有跟各位提到好 microcode的做法如果你是最直接的做法的话 他会 他的大小会跟你的state和输入的数量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成长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变成是这种指令形式的话 那整个的program的大小它就不会是这种指令形式的成长 就会比较小 好 所以所以你把它变成指令形式之后 那我们来看这个指令形式怎么样子来表示这样子的一个state state table finance state machine 好 好那呃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呃原来这个state里面哈 他本来有那个绕绕回去的这个部分哈 我们也先把它给呃画出来 好把它画出来好 好所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每一个state哈 比如说像这个ns这个state 好ns这个state 好它它会有三个呃方向好 好输出会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往呃左转灯号lt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往东西向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会绕回来好 所以它是呃是一个所谓的3way的branch好 输出是有三个方向的这个呃branch好 好那这种三个方向的的这个呃branch在做的时候 好三个方向branch在做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branch它一次只能跳往一个方向好 一次只能跳往一个方向好 所以你要做三个方向的话 你就会需要有两个state好 就会需要两个state好 好那我们来看实际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呃怎么做好 好所以首先我们从呃 nsg好也就是这个好 nsg1这个开始好那那这个指令是这个branch left 就是看左转的这个灯号好这输入是不是为1 它就要跳到呃左转灯好 就会跳到左转灯好就跳过去好 好那所以如果这个呃呃成立的话也就是说 左转灯号这个为1的话好那它就会 所以就会跳到这个lt1这一个好事实上就会跳过来好就跳过来好 好那会跳过来的话也就是代表state就是跳到这里好跳这个好 好那但是如果这个不成立好 好那但是如果这个不成立好 假设这一个呃lt的输入是0好 好是0的话那这个branch就不成立好那branch不成立的时候 branch不成立的时候那它就预设就是怎么样 就是会往下一个指令好也就是往这个nsg2去执行好nsg2实行好 好那nsg2的话呃我们有三个方向好就是呃lt1w好东西向的好所以所以这一个的话我们就是 我们这个指令是这个我们这个指令是这个 branch然后nut1w好也就是东西向的这个灯号没有亮的状况底下好没有亮的状况底下的话它 会回到哪里好会回到nsg1好也就是它会绕回来好也就是会绕回来好 所以也就是说呃我们第一个指令是判断它 左转灯号也没亮好然后如果你的东西向灯号也没亮好那它就会再绕回来自己好所以这个是nsg2好那如果这个也没成立的话 它就会往下好往下一个下一个就是那这个不成立的唯一条件 基本上就是因为东西向的灯号有亮好所以这个就会不会成立所以它就跳到1w1 它也就是到到这里了好到这里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呃我们的这个呃用branch的指令好来实现这种有三个方向的branch的话它会是怎么做的好会怎么做的的一个写法好会是这个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来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呃整个的这个步骤好所以首先从这个nsg1开始好这个是左转的这个灯号好所以如果左转灯号为2的话 它就会跳到lt1去好它的touch就是lt1 lt1这个state好那那如果这个是false的话好 lt2左转灯号没有亮的话那就呃这个跳的就不会跳过去好那就是执行下一个好跳到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nsg2跳过去好那sg2的话 那这个就是判断哎左转灯号没亮的这个状况好没亮的状况的话那没亮状况它就会呃 绕回来自己啊就会绕回来自己的这个呃部分啊如果左转灯号有亮的话它就会呃到这个东西向的这个ew的这个呃部分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很像好你可以看到呃到ew2的这个时候啊 ew2的时候呃我们这个指令是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灯号如果东西向的灯号有亮的话 它就会持续在这个呃ew的这个state它就会呃再绕回来 所以它又回到ew2好所以它就呃自己又绕回来的部分好那如果这个不成立的话 它就会跳回到nsg1好也就是呃从这边跳回来到这里好 好所以所以这个是呃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来实现这个呃部分好 好那那同样的这个左转灯号的部分也是一样好那左转灯号的这个呃部分好那基本上这个呃 就是会进来到这边的是从前面这边呃跳过来的好或者是呃上面的这个没有成立的话它就会走走到走到这边来好走到这边来好 那这边呃就跟刚刚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灯号的这个呃状况的其实就还蛮类似的好好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呃microintraction的这个呃format好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opcode的部分用到了呃三个bit好三个bit好 然后我们的branch的target好 branch的target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呃这边好要跳过来好 好要跳多远好那我们这边其实用到了呃呃这边其实用到了八个指令好 实际上是八八个位置好但是呃因为我们的address有四个bit好 所以如果你要考虑到比较大最大的范围的话它事实上呃可以跳的范围事实上是在四个bit的范围之内会跳好 好所以我们的target的部分呃的bit数也是用四个bit好这边也是用四个bit好 然后输出的部分因为就是这个呃我们的红绿灯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呃就是各个方向好 呃南北向东西向还有左转灯号的红绿灯好每个方向各需要三个所以就呃是九个bit 呃是这样设计好那那当然在我们这个设计里面好呃这是一种设计的方式好那如果呃像我们的这个homework 4的这个呃作业里面好这个指令他其实有一些编码其实没有用满的时候 那当然在你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呃化解好一个化解好 那那另外那个部分的那个化解好呃像刚刚那个呃TA有提到说哎你可以把这个没有用到的部分就可以把它化解掉好 那那个部分好因为那个是比较简单的部分好所以如果你像TA那种写成case的形式好写成case的形式的话那呃呃你没有用到的部分其实在呃电路合成的时候像那种比较简单的case它其实也是会自动化解掉好就是你有没有把要用的部分挑出来其实呃呃其实没差别好因为没用到的部分 它其实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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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我们的Vlog扣出来在做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要根据我们的指令来做 根据我们的指令来做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还蛮好用的 一个Vlog的写作的一个技巧 我们特别的提示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 我们的指令是长成这样 长成这样就是我们整个是一个 intraction有三个bit 然后touch有四个bit 然后output是9个bit 所以全部是16bit 所以你读到的时候 事实上是读一整个16bit的指令进来 你读一个16bit的指令进来 但是你里面在做的时候 你是要根据它不同的区域去做 比如说你要针对它是OP code 针对它是OP code的部分 或者是touch的部分 或者output的部分 分别要去做 分别要去做 所以这边在写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就 可以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式 你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指令的这个部分 把它给assign成 右边的这个部分 把几个部分就直接把它concate 起来 把它concate起来 这样子 可以比较简化的方式来出 那这个 这是一种写法 就比较规则一点来做 那这个部分在 SystemVlog里面 它其实也有提供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一些语法 好像叫类似 就是有点像西语言里面 西语言里面有所谓的 structure structure的部分 那SystemVlog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叫做Union的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 我们就没有特别去讲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是可以利用那样子的方式来说 好 那剩下的部分 但是 因为整个指令 整个结构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是一样 好 所以一样也是 Diffify还有这个Rom表 就是存你的这个程式的这个部分 真的部分 那最主要的硬体的部分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的那个branch的那个控制的那个部分 什么时候你要做 选择你那个branch跳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整个做出来的那个 硬体架构 其实是跟 前面的那个是一样 这样就是这个图 Vlog做 Vlog code做出来的事实上长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那样子写 那个指令的那个部分写起来都漏长 很复杂 但是它那个部分其实都是 都是在这边 都是在这个部分 或者这个部分 但是你的整个其他的硬体架构的部分 就还是我们原来的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Vlog code写起来就还蛮简单的 其实没有 就不复杂 所以 所以主要多的部分就是这个branch的这个部分 这边的这个处理 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branch那边的那个那个逻辑的那个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跟我们原来的那个 架构基本上就长得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micro code micro code就是把我们刚刚的这个指令 这个部分把它整个都转进来 转进来 所以你这边是你的address 然后对应到的这个data的部分 data部分 那data部分就包含两个部分 好 一个是你的branch的touch的部分 它要跳到哪里去 然后另外是你的这个登号的这个部分 登号部分 好 所以这里面 它存的资料就包含几个 第一个是你的指令的这个部分 这边一共是三个bit 三个bit在这里 三个bit在这里 然后 也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你的这个branch的touch的部分 它要跳到哪里去 好 这边用到了四个bit的位置 四个bit的位置 也就是这边的四个bit 就把这个值把它整并到这里 然后最后是你的输出的部分 好 我们一共有三个方向 有三个红率等一共有九个 好 三乘三九 就是后面的这九个 这样 好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 ROM表 Memory表里面要存的这个资料 就长这样 就长这样 所以 所以 等于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在 在几乎是完全不改动你的这个硬体设计的状况底下 你其实就可以换 换成不同的这个fine external machine 就是改这个里面的值就可以 好 那 那前面的这个部分 前面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说 他 在做的时候 做这种 三个方向的这个branch的时候 其实他 他 他要用到很多个这个branch的指令 好像做起来 其实写起来有点冗长 蛮蛮啰嗦的这个部分 每一个都需要两个state去做 好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方式 好 我们不要让这个每个state都 每一个都有那么多的state 好 那我们可以 可以稍微改一下 就是变成 加上一个 特别的这个branch的指令 叫做 branch notany 就是没有任何输入 好 这就是 没有输入 没有任何输入的状况底下 没有任何输入的状况底下 他就会做跳这个branch 他就会跳这个branch 他就会跳这个branch 那这样就会 呃可以 再简化一点 好 简化一点 好 所以这样做起来就会变成 呃 整个写起来就会变成像这样 好 那 呃 这个部分 好 这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这个 这个branch 拿着any 对这个ns 这个state而言 其实就是 他没有 你没有左转的输入 也没有中西向的输入的时候 他就是会绕回来 就绕回来 好 所以 所以呃 第一个就是用DNA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这个绕回来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这个不成立 也就是你有 有呃 左转灯号 也有中西向的这个灯号 所以 呃 呃 他就会不成立的话 他就会执行下一个 好 那下一个的话 那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左转的 好 如果左转灯号的话 那他就跳到这个左转的这个 呃 这个state去 好 这样 就跳过去 跳到左转的这个部分去 好 那如果左转这个呃 也没有输入 好 那 他 那我们就是看他有 那我们就是看他有 有没有这个 那就一定是有这个 东西向的 因为这两个输入一定是有一个 有他才会走到这里来 所以就一定是会走到这个 东西向的这个部分 东西向的部分 所以走到EW1的部分 走到EW1的部分 好 那 好 那 那EW1的这个部分 只要你的东西向的 呃 输入有车的话 那就会在自己的这个部分 就会一直绕 好 就会在一直 就会在自己绕 好 那一直到这个东西向 这个输入是0的时候 好 输入是0的时候 那他就会回到南北上去 回到南北上去 也就是 这边就会再绕 好 好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 他其实就 回到了NX1去 好 那这样做起来你就会发现 诶 我们需要那个指定的数量 其实就变得比较少 就比较简化一点 好 就比较简化一点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 做起来的这个 Microcode Microcode 的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指定 你的branch 这边用到三个bit tarch 用到四个bit output 用到九个bit 好 这全部用起来其实要到16个bit 好 你这个bit数越长的话 那当然你的那个memory 就要越大 就会越 越耗费面积 好 越耗费面积 好 那也没有办法说 我的这个指令 好可以可以比较短一点好 不要那么长 好 好 有没有办法 好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好 那这个就跟你在做任何的design一样 好 就是 呃 你就需要稍微仔细的来观察一下 好 观察一下 这个finance machine 或你这个问题本身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性 好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性 好 好 那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他原来的这个做法里面有的问题是什么 好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branch 我们要 这个tarch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是用到四个bit 四个bit的话 代表他能够跳的范围 跳的范围如果我们是考虑正负号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在正负 正负八之间 应该说从负七到正八之间 的一个范围 就是往前或往后 这样跳 一共是 16个位置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跳的位置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要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那你是不是这一个 需要的bit数你叫真假 那这样你的指定就会变得很强 这样好像不是很好 那如果我们要缩短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我们可以再 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state 我们会发现说 不是每一个state都需要branch 都需要strange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state它的输出都会变化 都会变化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就变成说 我们就单独设计一个指令 单独针对branch branch的部分我们把它拆开来变一个指令 到put输出的部分我们拆开来变成一个指令 也就是在这一个指令里面 我不要同时出现有branch的这个目标的部分 也有同时有输出的部分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拆成两个指令 拆成两个指令 所以一个叫做branch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输出的这个部分 变成low的 也就是说我的红绿灯如果要改变的时候 它改变成什么指呢 我就直接low的一个 我想要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变化的指给它 直接low的一个指给它 这样过去就可以 然后如果我branch要跳的时候 我就根据我会有个条件 会有个条件 但是它就可以直接跳过去 然后它跳的范围就 因为它用到的bit数可能就可以比较多一点 它就可以跳到比较远的一个部分去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指令的这一个部分的设计 变成拆成两种的intraction的type 那一种叫做bench的intraction 一种叫low的intraction 那因为我们只有两个 两种的指令 所以我的ob code就很简单 就只需要一个bit就可以 就简化掉了 本来要三个bit 我现在就简化成 一个bit就可以 然后 那 那因为这两个就可以分开来 所以我这两个部分的指令 我就可以个别做设计 好 那我们这边 condition的部分 condition部分 它用到了三个bit 然后bench它就用到了四个bit 四个bit 四个bit 好 所以这个是branch的指令 它 branch指令这边 它就不需要output的那个部分 所以它这样做起来 这边整个就 呃 是八个bit的指令 就比较短一点 那load的部分 那在执行load指令的时候 执行load指令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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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呃就 呃 就直接更新你的这个 呃 值就可以 直接更新你的 呃 输出的regis 的值就可以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变成这样子来 也来做 好 那 所以 所以这样做起来 你会发现说 欸我们 从这个 state table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慢慢简化 变成是branch的指令 然后再从branch的指令 我们再拆开来 变成有专门做这个load的这个指令 那 那这边load的指令 其实呃 你还可以再 再做一些拆解 变成有一些可以专门做 一些加减乘除的部分 那整个兜起来 就会变成是整个的intratching set 好 那整个intratching set 这个就是到CPU的这个 呃 设计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好 那整个这样做起来 其实呃 硬体架构跟我们刚刚的 其实是 看很像 好 其实很像 好 那只是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呃 输出output 这边会有一个decoding 的 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那当然呃 原来的这个bent部分 这边会稍微改变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的设计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会稍微 呃 变掉 好 那 那这个呃 做起来好 就会像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oad的指令 好 那load的指令我们基本上呃 呃 就是针对呃 呃 我们的不同的方向的红绿灯 好 我们有 南北向的 左转的 还有东西向的红绿灯好 真的要去load它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呃 红绿灯在 它闪烁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timer 去计数它到底要呃 呃 多久的时间好 所以我们也要针对timer 去load的一个时间好 所以我们会有这几个呃 呃 register要load的这个指 那当然你这样子看下来 你会觉得说 嗯 好像你变成 你只要有一个register 就要有一个load的指令 好像有点怪怪的 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 不是很有效率 不是有效率 好 那当然这个呃 在后续的一些呃 intrusion set的设计的话 呃 各位在进展机组织 就会看到说 呃 其实可以不用 可以再更简化一点 好 不用像这个这么麻烦 好 不过概念上是很类似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那这个就是呃 根据我们刚刚 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 那几个指令 整个写出来的这个 呃 micro code 整个写出来micro code 好 那这个整个写出来micro code 如果各位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好像变得更长了 变得更长 那 但是它变得更长 但是因为它每一个做的 其实是变得比较 比较简化一点 比较简化一点 所以 所以呃 整个执行下来的效率 其实不会比呃 前面的要来的差 好 那这边我们呃 简单 呃好像也不需要 太看一下 我们大概 呃 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 好 好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就变得比较简单 好 我们首先从你的reset state开始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reset state 好 那一开始第一个st wanna just load the 就是load你的这个 呃 左转灯绰好 让它是红灯好 然后接下来是 呃东西向好 load ew好 呃东西向的灯号也是红灯 所以先把这个左转 这个 和这个东西向的灯号都变成红灯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开始进入到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部分 南北向部分 所以一开始reset完之后一开始是先让东西向的是绿灯 那我要控制东西向是绿灯我怎么做 我就是直接东西向的绿灯 我就是load它一个绿灯的灯号名字 所以我就用这个load这个NS的这个部分 LDNS的部分给它一个绿灯的这个灯号 就直接做 那它的灯号它可能会需要有一段时间 亮绿灯会有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就设定我的这个timer值 所以接下来我的NS3这个space的时候 我就会load这个timer的值 然后让它去数 那所以它这个数完之后 这个timer数完之后就是这个 这个bntz这个就是你的timer数完之后 它才会进到开始来看说有没有左转或这个东西向的这个 这个输入的灯号出来 它才会再继续往下 才会再继续往下 这样子 好这样子 所以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不一一细讲 那基本上大概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 那不过整个写起来的VeloCode其实跟前面 我们刚看到那个其实长得蛮像 那一样我们的这个指令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拆解 那一样我们的ROM表的部分 我们现在只是多了这个timer的这个部分 多了timer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些输出的register 分别是东西向南北向还有郭传灯号的可以把它设定 好那这个部分你继续延伸的话 像在各位在大三的G&D组织你就会学到这个Risk的这个CPU 你就可以加上一些这种加减法的计算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load store 这个就变成在大三各位G&D组织用的这个指令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把指令的部分变成是更一般化 我们不用特别针对说你南北向就有一个register 东西向有一个register 它会变成是一般化的 都叫做什么R0 R1 R2 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通用性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到各位在大三的G&D组织或研究所的G&D组织结构 就会学到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部分 我们先下课 我们先下课